引言 凡读过与神同在的人 对于劳伦斯已经有相当的认识 他一生的追求与喜乐 就是与神同在 不断地亲近神 读这书的目的 不在乎知道书的内容 乃在乎天天操练与神同在 爱神 敬拜神 千万不要让你的失败来欺骗你 以致你一直看自己的伤口 而不仰望铜蛇 甚至倒闭在旷野 也切不要疑惑神的爱心和能力 因为神能使无便有 叫死人复活 神的能力多大 并且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已经拆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 神的爱多甚 今天我们不是来到和列山 乃是来到西安山 有宝雪在那里 宝座是施恩的 什么都是爱 都是恩典 所以你尽管坦然无惧地 照着你的本相来亲近神 并且就在现在亲近他 听啊 他是多近啊 何处寻求主 爱主在心里 宝贝在何处 藏在瓦器里 在这里还有宝贵的应许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神正等着你去亲近他 一 敬拜神和他的道路 在我们所想 所说 所做的一切事上 当以神和神的荣耀为前提 在今生该有这个目的 就是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 做一个完全的敬拜者 像在无限的永世里一样 在属灵生命的路上 借着神恩典的帮助 我们应当坚决地定义 来胜过各种困难 当我们进入属灵的生命时 应当有很深的考虑 看我们到底是谁 然后就会看见 我们是绝对该被藐视 配不上基督的名 我们有各样的毛病 许多的软弱 以致生命不能健全 尝试动摇不定 站立不稳的 其实 这是神的心意 祂要在我们的里面和外面 用各样的困苦和难处 责打我们 使我们谦卑 我们应当坚定地相信 永远不可疑惑 就是神的管教 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 神的管教乃是神的美意 神允许我们经过各样的困难和试炼 是神在环境中所安排的道路 我们为着爱神的缘故 忍受各样长期的忧愁和苦难 在神看来 这是我们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心灵 若不是这样绝对地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 是奉神要达到完全的境地 是不可能的 当人的生命越长进时 他越依靠恩典 几乎每一分钟都需要神的恩典 若没有恩典 他就不能做什么 世界 撒旦 肉体 联合了他们的势力 紧逼地 不倦地向着信徒攻击 若没有谦卑地 依靠那场与你同在之神的帮助 无论你如何抵挡 他们必得将你拉下去 人的天然本不喜欢依靠的 但是恩典能使你依靠 也能给你因依靠而来的喜乐 二 达到属灵生命的练习 属灵生命最圣洁 最普遍 最需要的操练 就是与神同在 这是人属灵的教育 神若是你的伴侣 你就得到喜乐 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时候 不用方法 也无需规条 只要时刻 以谦卑与爱的态度 和神说话 无论在试炼中 患难中 枯干中 就是对神乏味时 不忠心时 甚至堕落到犯罪时 都可练习 我们应该时刻 想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一切阻碍与神交通的动作 都得管理 但是不必去分析它 让它由纯洁 单纯的心中自然地出来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都当精心地 慎重地去做 不该着急 也不要慌张 急和慌 都是表明心思 未曾受过教训 应该默默地 安定地 仁慈地去工作 同时求神祝福 我们手里所做的 借着我们的心与心思 停住在神上面 我们就能打伤恶者的头 并解除他一切的武装 当我们忙于事情的时候 或思念属灵的事情的时候 或在专心祈祷的时候 我们应当不时地停下来 往我们的深处去敬拜神 暗暗地去尝到他一次 摸住他一次 你既然知道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神都与你同在 祂住在你的最深处 那么为什么 不在你做事的时候 或祷告的时候 不时地停下来 往你的深处去赞美祂 敬拜祂 求祂的帮助 从心里献上你的工作 并为着祂的慈爱和怜悯 来感谢祂呢 有什么奉献能叫神更悦纳呢 岂不就是在一天当中 从外面的事情里 抽出时间来往深处去敬拜神吗 并且这样行 可以毁灭自爱 因为自爱 滋长在外面的事物里 人若安静在神的面前 就不知不觉地会脱离自爱 老实说 人脱离被造之物 专一以神为他的喜乐 这就是见证 我们对神最大的信靠和忠心 同时请你别误会 我并不劝你将外面的事 完全地永远放下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谨慎这是诸德之母 会引导你行事合宜 但是我却觉得 信徒们有一个普遍的错误 就是没有常常停下来 在他们的深处敬拜神 享受与神交通的平安 人们偏离这个已经很久了 所以让我们回头吧 这一种敬拜是出于信心的 也是受信心引导的 我们应当无疑地相信 神的的确确确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当在灵里 与真实里服侍他 应当知道 神看见一切 在他面前 我们的心和一切的被造 都是敞开的 神是自有拥有的 一切被造的气息 生活 存留 都是靠他而有的 神的完全是无限的 也是无上的 他要求我们的身体 灵魂绝对地降服 以极公正的态度来说 我们在思想 言语 行为上 都亏欠他 所以一切围着神 好像是该还的债 我们必须注意 在德性上 什么是最缺乏的 什么是最难实行的 也当注意什么样的罪 是最容易犯的 同时也得留心 在什么情形 与什么时候 我们是最容易跌倒的 正在挣扎的时候 应该求助于神 以完全信托的态度 坚定在荣耀的神面前 温柔地 尊敬地将我们的失败 忧愁告诉神 仰望神用恩典来拯救 你就要看见 在我们的软弱里 得着神的力量 三 如何以灵 以成敬拜神 对于这问题 共有三点需要注意的 以灵 以成敬拜神 意思就是将我们 亏欠神的敬拜 献上给神 神是一个灵 所以我们必须以灵 以成敬拜他 这就是在我们的最深处 向助神 有一种真诚 谦卑 属灵的敬拜 唯有神能看见 这一种敬拜 如果我们能不住地献上 就要成为自然 好像他与我联合为一 我与他也联合为一 实行后的经历 会使我们更清楚 以真诚拜神 就是承认神是神 也承认我们是谁 以真诚拜神 就是以至诚的心承认神 实际是谁 这就是说 他是无限的完全 配得着无限的敬重 绝对远离罪恶的一位神 而人是极微小的 而且没有将神该得的敬拜 献上给神 并且 以真诚拜神 就是我们承认 我们的生活 与他的旨意是相反的 与我们的知识 也是相反的 如果我们愿意 他就乐意使我们向他 我们中 谁是这样愚昧 以致不肯将自己所亏负神的敬重 情爱 服侍 敬拜献给神呢 即使停止一分钟 也是愚昧 四 与神联合 人与神的联合 可以分为三集 第一集可称为普遍的联合 第二集是有效的联合 第三集是真实的联合 这一集的联合是普遍的 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与神联合 有效的联合 就是用动作来与神联合 我们在这种动作里继续多久 也就是与神联合多久 真实的联合 就是完全的联合 其他的联合 人是被动的 好像睡觉似的 在真实的联合里 人是极其主动的 比火更快 比太阳更亮 没有一点云彩的遮盖 可是因着感觉 却有受期的可能 这联合并不是一种 闪烁情感的冲动 好像能使人说 我的神 我用全心来爱你 这乃是一种情形 如果我能以言语来述说的话 是绝对属灵的 然而又是极单纯的 能使我们有一种 充满静寂的喜乐 也充满了爱 这爱是极谦卑 极敬畏神的 这爱能将人的心举起来 使他不得不因神爱的激励 而敬拜神 并且以无法形容的柔情 来抱住神 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能懂得这种联合 没有一个人不承认 神是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 凡羡慕与神联合的人 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 就是属肉体和属灵的 一切喜好和娱乐 都当拒绝 这才能使你自由地 超脱一切事物的爱神 如果你的心要认识神 爱是唯一的道路 人心的喜好与情绪是不同的 情绪合一的出路就是爱 爱的对象就是神 五 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 就是将我们的灵放在神面前 或者说知觉一位同在的神界 想象或悟性来知觉神 我有一位朋友 在这四十年间实习 介物性来知觉神的同在 对此 他有许多的名称 有时称为一个单纯的动作 或称为一个清楚明白神的认识 有时也称作对着镜子观看 一个爱的注视 一个里面的知觉神 等候神 一个与神无声的谈话 在神里面的休息 人的生命与平安等等 我的朋友说 这一切都是表明一件事 就是与神同在 这同在很自然地充满了他 他说借着不断的努力 常可召回游荡的心思 是他与神同在 以后就会成为习惯 一到工作放下 或者还正在工作的时候 举起他的心来 超过地上的事物 无挂无虑地停住在神的身上 神便做他的忠心与安息的所在 借着信一直与神同在 在此他充满了喜乐 这就是他说的真实的同在 此时他感觉全世界 只有神和他一个人 他与神有不断的交通 求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并在他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 让我们好好地注意 他与神的交通发生在他的最深处 他与神说话 心对着心 当人这样与神交通时 就暗暗地产生一种 又大又深的平安 一切外面的事物再也不能搅扰他 好像草不能碰火一样 越碰越没有 所以今生的思虑也最难进来 使他失去里面的平安 再讲到与神同在 你该知道 神温柔慈爱的脸光 不知不觉地在你里头 点燃起伟大的向神的爱火 使你热情地拥抱他 那时你甚至不得不调节 外面感觉的表露 如果你知道与神交通的益处 你就要大大的稀奇 因为神是多喜欢我们与他交谈 他要将数不清的恩典赐给你 叫你不得不永远与他同住 好像怕你再回去爱事物 他就很丰富地攻击你 使你给着信心的滋养 享受无限的喜乐 这喜乐远超过你的想象能力 和最高愿望 并且无需人的努力 只要你答应 接受就好了 与神同在是人的生命和滋养 靠神恩典的帮助 和殷勤使用我所指示的方法 就必达到目的 六 达到与神同在的方法 第一就是一个极纯洁的生命 请你注意 不可让一个思想 一句话语 一个行为 使神不喜悦 一有这类的事 就当悔改 谦卑地求神赦免 第二就是操练 与神同在需要极度的忠心 借着信注视在神的身上 并需有平静 谦卑 敬爱的态度 切不可让今生的思虑来搅扰你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可以用极短的时间 去望遗忘神 正在做事的时候 也可如此行 做完了事 再与神相亲 如果失败 切不可灰心 因为这是需要时间 与忍耐才能学成的 老实说 同在的习惯 只有经过艰难 才能成功 但到了成功之后 你的喜乐 该是何等大呀 要有生命 心岂不是第一件事吗 它是你整个人的主宰 爱神 敬拜神 心是第一件 也是末了的一件东西 无论是属灵的 或属身体的 无论在开始时或终局时 以及在各样生活上 心总是主体 所以在心里 我们当养成一种 注视神的习惯 但是 使心顺服 有一件紧要的事 我已经说过 就是不可勉强用力 也不必分析 只要单纯地 向助神就够了 对那些实习的人 让我劝你们几句话 你可以在神面前 暗暗地献上这些话 我的神 我完全属你 哦 爱我的神 我以全心爱你 主啊 使我的心 能够向你等等 当注意 不让你的心思 回到世界里去 当专一停住在神身上 借一致将心降服 心就要被激励 住在神里面 与神同在的操练 起初是很艰难的 但若能忠心练习 就会不知不觉地 在你里面产生 最奇妙的果效 它能吸取神丰富的恩典 能引领人 一直看见一位同在的神 你爱他 他也爱你 极其属灵 极其实际 是一种最自由 最赋予生命的祈祷 请记得 要达到这个 总得致死我们的感官 因为 人若爱世界的东西 同时又要得着 与神同在满足的快乐 是不可能的 若要与神同在 总得将一切的 被造丢在背后 七 与神同在的益处 第一个益处 就是信心长大 变得更活泼 特别是在我们觉得 有需要的时候 因为 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要得着恩典 做我们的拯救 习惯之后 信心能引导我们 借着单纯的记忆 我们就看见 神的同在 能集自由地 且相信 是已经得着地 来接受 神一切的供给 借着信 人几乎进入 永世的祝福里 越与神同在 信心长进 也越活泼 几乎能说 信心已变成眼见了 我已看见 我已经历 与神同在 能加强盼望 盼望的长进 是与知识成正比的 借着这神圣的练习 像最圣洁的人 与天使一样 当信心 透入神 隐藏的奥秘时 盼望在神里面 就找到了一种 超越无比的美丽 远胜过地上 一切的事物 盼望越长进 就越有力量 人就充满了祝福 并且是今生 所能御常的 盼望能使人的 心不信靠 看得见的东西 也能点燃神爱的烈火 因神的爱 就是烈火 要将一切 与神旨意相反的东西 烧成灰烬 凡这样蒙恩的人 若非活在与神同在里 就不能活 同在要在人心里做工 使人产生圣洁的热心 圣洁的热情 炙烈的爱情 盼望一切的被造都爱神 使奉神 敬拜神 与神同在 一直不断地注视神 人要一直得着又满又深的神的知识 就是没有云彩地看见 他的生命就是 一直爱神 敬拜神 信靠神 赞美神 祷告神 服侍神 有时候 他的生命真是一个延长持续与神同在的练习 我知道 能达到这一种情形的人很少 只有极少数特别蒙恩的人的这 这没有云彩的看见是出于神最丰富的手的 但是 为着安慰这些真心学习与神同在的人 让我说 神是最乐意将这恩赐赐给热切追求的人的 若没有得着这个质保 你也可以信 只要你忠心练习 借着神恩典的帮助 也能达到接近于没有云彩地看见的情形 8.劳伦斯的品格 劳伦斯弟兄两年前在巴黎的卡莫莱修道院去世 他给我留下了甜美的回忆 关于劳伦斯的品格 我在此将自己所见所闻地写下来 这位弟兄宁愿做神家里一个卑微的看门人 也不愿在罪人中出人头地 他情愿背负耶稣基督的恶 也不拣选世上虚空的荣华和艳乐 他知道我已搜集了一部分有关他的思想和言行的资料 所以就嘱咐我将他们写下来 好帮助那些刚从世俗罪恶捆绑中释放出来的人 我非常高兴地顺服 因此尽管这位好弟兄的声评 意识以及他的信杂已经出版 我仍然认为 把这位圣徒的事迹向普世教会做广泛介绍 极为必要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 几乎人人都在吹捧虚伪的美德 并不择手段欺世道明 我坚信 向人们历见劳伦斯弟兄这样一个踏实敬钱的典范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下面的话是劳伦斯弟兄自己所说的 当我和他会面之后 就立刻将他所说的话记下来 世上无人能把圣徒描写的 比他们自己讲述的更真实 圣奥古斯丁的认罪与信件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劳伦斯这位神的仆人 从他单纯的内心所抒发出来的话语 要比别人对他的描写更清晰 更生动 劳伦斯弟兄虽然充满各样的美德 却是一位最平常的人 他爽之坦白 你一见他面 就立刻能使你信赖他 叫你觉得你得着了一位朋友 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地吐露你真实的想法 他见了人 立刻就能知道和他说话的是怎样的人 他的谈吐极其自由 能使你在煞内间知道他是一位好心的人 他所说的很简单 但是又中肯又蛮有意思 在他粗鲁的外貌下 却有着特殊的智慧 心胸宽广超过常人 看事情非常精明 像是一位能办各种事的人 对于大事 他能定出聪明而妥当的计划 这些就是他的特点 使见到他的人精益 他的心境和他的生命 在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来 他的谈话是出于神的智慧和能力 故所见甚高 他以殷勤和忠诚的心去寻找神 神以外的思念都被除去 劳伦斯第一次认识神 是在他的生命尚未达到完全的时候 事实证明了这件事 所以在此 我们当停下来想一想 他的行为 他所依靠的行路的亮光 就是信心 信心不止是他第一次看见神 并且在神各样的道路上 他再也不需要别的灯 他常常对我说 一切从人听来的 从书里看来的 从他自己所写作的 都觉得淡而无味 又笨又重 不能与信心所看见的相比 信心叫他看见耶稣基督与神的丰富是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只有神能将他的自己启示给我们 人用他的头脑 科学来想象神 不过叫人看到了神的模样 没有看见他无比的真体 神在我们的最深处 启示他的自己 在此我们能认识他 可惜很少有人这样去寻找他 尝试轻视与神交通 认为是白费了时间 但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也是我们的王 看许多书 借头脑 用理智认识一位神 是不够的 像波浪式的爱神的感觉 也是不够的 我们的信心必须是活的 应当借着信心举起我们的心来 敬拜天父与耶稣基督 这条信心的路是教会的灵 他能叫我们到完全的境地去 劳伦斯弟兄借着信心 不只看见神是一位现实的神 并且在日常生活 所遭遇的各样事情中 总是寻求神的同在 在冬天 看见一棵落叶的树 是他第一次认识神 是真实的存在 他所得的意向又大又深 虽在四十年之后看上去 还是与第一次看见时一样 他借着能看得见的东西 认识看不见的永远的神 他最喜爱读的书 就是四福音 因他觉得主亲口所说的话 最能单纯地 纯洁地滋养他的信心 于是劳伦斯弟兄 以坚决的态度 忠心地追求 借着信与神同在 养育他的心灵 他一直继续在神面前 用各样的方法爱他 荣耀他 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 都求主的帮助 若是行得好 就将感谢献给神 不然就求神饶恕 总不与神争执 他将与神的交通和工作 结合在一起 工作反而容易 工作的效率并不因此减少 反而加增 然而他承认 在开始练习的时候 是困难的 多次失败 停止了练习 但是他谦卑地 承认自己的失败之后 在学习与神同在 就并不为难了 在他的心思里 有时候会有 无数游荡的思想冒出来 站去了神的位置 那时他就极其安静地 将这些不该有的 思想赶出去 再回头与神同在 最后 他的忠心 与忍耐得到了报偿 在他的心里 满了神不间断 不受搅扰的同在 他所有的动作 虽然多而且杂 却变作一种 无云彩的看见 光明的爱 不间断的喜乐 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 我在厨房里 最忙的时候 与我在祈祷的时候 并没有两样 虽然在厨房里 有各样的声音 同时有许多人 叫住要许多东西 我却极其安静地 与神同在 像跪着领受圣餐时一般 有时候 我的信心 是这样的清楚 甚至我想 已经无需相信 因为一切 遮住的障碍 都移去了 好像永远光明 荣耀的日子 已经临到了一般 我们的这位好弟兄 因为忠心 灵程造就极高 他的忠心 是他把一切的思念 放在一边 只是自由地 不断地与神同在 最后他的习惯 变成了他第二个天性 若要忙碌 在事情上 而不与神同在 反而不可能了 在他的话语中 有一要点 是他特别注意的 就是达到与神同在 总要用心灵与爱 过于用物性 所以他说 达到神之路 爱是一切 思想最少 他继续说 是奉神 并不需要做伟大的事业 他是一位极平常的厨师 他说 我们为神做些细小的事 为着爱神之故 在锅里翻着饼 翻好之后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了 我就俯伏在地 敬拜神他恩待我 使我能工作 起来之后 我比君王还快乐 为着爱神之故 就是从地上拾起一根草来 心也满足 我们寻求方法 讲究理由去爱神 结果因着无知之故 心思就变乱了 因此在追求 与神同在的事上 给自己许多烦扰 岂不知这是非常简单 只要在日常的工作上 每一件事都为着爱神 而做就好了 将我们手所做的功都献上 用心与神交通 与神同在 所以用不住本领 科学 只要照着你的本相 以简单的心 来到神面前就够了 我们切不可以为 学习爱神 只要献上工作 求他帮助 为爱他而做就够了 他一开始 对付自己就是很严格的 他立定主意 凡神所不喜悦的 他一件也不做 他将自己忘记 为神之故 拒绝一切 他说 自从进修道愿之后 我不再烦扰自己 去思念品德与得救等问题 我即将自己献上 为着爱他 他所不喜悦的 我完全拒绝 后来看见我唯一的事业 就是要活得好像 只有我和神 在这世界一般 他就是这样的 舍去一切为着神 一切所行的 都是为着爱神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 他不再纪念天堂与地狱 对于过去所犯的罪 他认错之后 也不再想念 他进入了完全的平安 他将自己交托神 或生或死 或现在或永远 全都不管 我们是为着神而创造的 也只是为他 舍去一切为着神 是不会损失的 即使将我们的自己都舍了 我们却要在他里面得着一切 在神的里面 我们能更清楚地 看见我们的缺点 胜过在自己里面的自身 自身 其实就是自爱的余尽未除去 是自爱在追求完全的 热心的假面具之下的行动 以致我们的眼睛 一直看自己 不仰望神 劳伦斯弟兄 曾有四年之久 受很大的试炼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灭亡的人 那时没有一人能安慰他 可是他的心智却极坚定 他不像许多人那样 若不是为着将来惧怕 就是为着现在担忧 他却有一种安慰自己的思想 在我将来的日子中 不管遭遇如何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着爱神而做 就这样 他忘记了自己 却得着了神 他对我说 在他的心里 喜爱行神旨意的心 代替了己的心意 在他人生的旅途中 从所遇见的事情上 都清楚地看见神旨意的工作 因此他心里满了平安 因他的心思一直向助神 当他听见罪大恶极的人 所行的恶事 他并不惊奇 他常说 比这再厉害些也不稀奇 因他知道 罪对人所能做的是什么 他肯在神的宝座前 为罪人代求 要神施行拯救 祷告之后 他很平安地与神同在 有一天 我告诉他一件事 他很简单地回答说 他们如此决定 必定有美好的理由 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 他此后再也不提了 他实实在在照着所说的去实行 后来 虽然有许多机会 可以重提此事 他却一言不发 有一次 当他重病时 有一位圣人来看望他 问他一个问题 你到底要拣选哪一个 你愿意在世上多活几年 好叫你更圣洁呢 还是立刻离世到天堂 去见神呢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让神来替我拣选 我却什么都不做 只是安静地等候神 一直等到他告诉我什么 是他的旨意 他那一种光景 使他对于任何事物 都持淡漠的态度 有完全的自由 正如天上的人一样 他没有偏见 没有自己 也没有普通人 所有的成见 他愿意一切人都好 不重看这个 轻看那个 就是与他脾气 性情最相反的人 他也能照样地爱他们 他是天上的国民 地上没有一件事物 能拉住他 他的眼光超越时间 因为一直与永恒的神同在 他就越过越像神了 一切临到他的事 无论所在的地方 所守的职责 对他没有两样 因他无处不见神 在做最卑微的事上 与神相亲 和在祈祷会里是一样的 他并不需要退休 因他在日常的工作里 遇见神 爱神 敬拜神 与在旷野的禁忌里 是一样的 他唯一到神那里的路 与神同在的方法 就是在所做一切的事上 都是为着爱神 做这事或那事 都无关紧要 只要在各样事情中 能使神的荣耀 就好了 他所注意的是神 并不是他手里的工作 他觉得所做的事 越是他的天性 所不喜欢的 爱神的心反而越大 因为在此能牺牲 自己的意思 来顺服神的旨意 工作虽微不足道 但不因此减少 他奉献的价值 因神所注意的 不在乎工作的大小 乃在乎爱神的心 在劳伦斯弟兄身上 人们还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他心思的坚定 他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对于一切不是出于神的东西 他一无所惧 他对任何东西都不稀奇 不惊慌 毫不畏惧 这一种坚定的品德 和其他的美德 都是出于一个源头 他对于神有崇高的观念 让神在他里面 启示他的自己 使他认识 神有无上的公义 与无限的怜悯 他能安息在神里面 知道神不会欺骗他 并且凡从神来的 都是为着他的好处 在他这一边 他利益不得罪神 一切所做的事 与所受的苦 都是为爱神之故 他曾说 对于里面的生命 福音书上已有命令 就是当以全心爱神 有一天我问他 谁是他的顾问 他说他没有顾问 也相信自己不需要顾问 因为他的属灵情形 已为他指明里面的道路 就是四福音书 要他做的用全心去爱神 既已有了这条命令 就无需人来做他的顾问了 但他说 他还很需要一位听他认罪的神府 在属灵生命上 那些以自己的感觉 为指导的人 以为最紧要的事 就是看看自己对神 到底虔诚不虔诚 这样的人 在他们属灵的道路上 不能坚定 因为他们的感觉 是变化无常的 我们的情形 会因我们的懒惰而改变 也会因神的律令而改变 神是按照我们的需要 给恩赐的 我们的劳伦斯弟兄 坚定地保守 自己走在信心的道路里 永不改变 他是一直不变的 因为他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在神所命定的地方 执行他的职守所在的事 其他一切都不在他心上了 他不注意到他自己的情形 也不停不看看 自己所定的路到底如何 他专一地注视神 他赛跑的目标 他以温柔 公义 慈爱的动作 天天向助神快跑 他只做事 并不回想他所做的事 劳伦斯弟兄的 属灵根基是结实的 而不是空想的 他深信 凡有外面的奇异经历的人 反而是生命幼稚 软弱的凭据 因他们以神的恩赐为满足 没有进入到神的自己里 他一生的路 是一条确定而有把握的信心的道路 跟随注重圣徒的教宗往前行 他不离开这一条十字架窄路 借着各样的美德引人得救 这就是从起初交汇所注重的 其他事物 他不注意 他伟大的常识 和由信心而来的亮光 叫他看见属灵生命中的交识 那就是让好奇心 幻想 爱心奇 以及人的指导等等 进入了人的里面 以致多人在此沉溺 但是 人若能专一地寻求神 这些危险就都很容易避免 在属灵的事上 一切新奇的东西 总得仔细检查 因为人的品性 不是逐渐趋于完美 而是生来就定型的 他有这样的生命 虽然临近死亡 也不畏惧 他的忍耐能力很大 到临终时更大 虽然身体上的痛苦极大 但他从来不发脾气 他的喜乐 不止在他脸上看得出来 在他话语中更听得出来 所以 那些去看望他的人 不得不问 他到底有无痛苦 他说 对不起 我的确很痛 但我的灵很快乐 也很满足 有人问他说 如果神要你痛十年 你怎么说 他说 不但十年 神若愿意 就是一直到审判的日子 也可以 我信神能将恩典赐给我 使我能喜乐 也能忍受痛苦 他有一种羡慕 就是在今生 愿为着爱神之故而受苦 所以他很宝贵 他的受苦 他甚至故意 请弟兄们将他翻过身来 躺在右边 因他知道这样躺着 能受重大的苦 好使他受苦的心意满足 有一位在旁的弟兄 曾有两次 想设法减少他的痛苦 他也两次回答说 亲爱的弟兄 我谢谢你 但是为着爱神的缘故 让我忍受一点苦 他常常在疼痛的时候 对神说 我的神 让我在病痛的当中敬拜你 让我为你而忍受这一病痛 但愿与你同苦同死 他常被诗篇五十一篇的话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球 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当他快要离世时 他常常喊着说 哦 信心 信心 他如何借信心 彰显他的生活 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 他不注地敬拜神 有一次 他对一位弟兄说 我知道神在我里面 是无需信心的 因为信心已成为眼见了 在黑暗的幽谷中 他的勇敢是无比的 他说 他不怕死亡 地狱 神的审判 和恶者的攻击 当弟兄们问他的时候 他的回答常是满有恩典和安慰的 有一次 一位弟兄问他 你知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是何等可怕吗 因为无人有把握说 到底他配不配得着神的恩宠 他回答说 对的 为着怕虚荣心之故 我也不愿意知道 但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莫过于弃绝自己给神 在他领了最后的圣餐之后 有一位弟兄问他是否舒适 心里在想什么 他回答说 我现在所做的 将来还要做 并且在永世里还要做的 就是高举神 赞美神 尊敬神 将全心的爱献给神 弟兄们 我们只有一件紧要的事 就是敬拜神 爱神 其他一切不用去想 有一次 一位弟兄请劳伦斯带导 求神赐给他祈祷的灵 他回答说 在人这一边 也得有合一的条件 才能配得这恩赐 他在1691年2月12日上午9时 平安去世 进入救主永远的怀里去了 他极其安详 宁静 好像睡着一般 圣格里门描述的一位弟兄 与劳伦斯极其相似 他说 一个智慧的基督徒 最大的事业 就是祈祷 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都祷告 他并不用很多话 并不以为话多 就能蒙神悦纳 在他心灵的深处 与神有隐秘的交通 无论在行路的时候 和人谈话的时候 或者工作的时候 随时随处与神交通 他不注定赞美神 不止在早晨赞美 中午赞美 就是在各样动作里 他也荣耀神 像基禄伯一样 因着不断的祈祷 思念属灵的事情 他就变作谦卑 温柔 忍耐 但是当受试探的时候 他却像钢铁一般坚强 无论多苦 一点都不吝惜自己 他不住的敬念神 充满喜乐 以致对一切虚空的娱乐 置若罔闻 他一直住在神的爱里 借着信 看见光中之光 对于世界的福乐 毫无意味 借着爱 他已经得着了 他一切所缺乏的 他再无所求 因他在今生 已经得着了 他心所羡慕的对象 他无所惧怕 因他知道 在今生 没有一件东西 能害他 也没有一件东西 能使他的心离开神 他不需要训练 他的灵安静 因为他的心思 已经安息 他知道 凡事都互相效力 叫他得益处 没有一样东西 能扰乱他 因为爱神之故 他也没有脾气 因为他一样都不缺 所以妒忌 也不能进入他的里面 他爱人并非人间的爱 乃是像神那样的爱 他的灵极其坚定 不能动摇 因他已经将他一切的 道路交托神 专一地安息在神里面 我愿意借一位认识神的大师之手 为劳伦斯的画像 添上最后一笔 这位大师 这位大师像劳伦斯那样 也是走信心道路的 他说 劳伦斯弟兄单纯 告有满意的话语 平凡敬前的生活 与古圣徒同样纯洁和完美 历史上教会最大的亮光 就是他们从主得来 又传递给我们的 主向那些自以为聪明 通达的人隐藏起来 而向心里温柔 谦卑的人就显明出来 圣古里高说 没有任何人能像一位真基督徒那样 勇敢 无所惧怕 没有一件东西 能阻挡他博大的胸怀 如果帝不再给他一件东西 他有翅膀飞上天去 在神那里得以安居 他是无边际的 在地上在天一样 在情欲的潮流中 他是不被动荡的 除了他的伟大勇敢之外 什么都肯让人 正当他让人时 他超越过那些 想要拉倒他的人 这样的人 虽然需要物资维持生命 但不在需要之外 另有所求 他唯一的交通是神 他好像光明的镜子 无暇无私 反照出神的形象 超过一切外面的感觉 也无属事 属地的气味 他的美德天天加增 一直加增到见神那一天 神是光之源 在光中得以见光 在荣耀的日子里 真理的荣耀 要除去一切谜团的黑暗 在那里 人要认识我们的这位弟兄 和一切心灵向他的人 劳伦斯弟兄在世时 虽然居住在一个卑微的僻静处 但是没有任何人 不管是什么社会地位和身份 都能从他的生命中大得益处 他能教导那些被今生思虑 充满的人去亲近神 叫他们求神赐恩 忠于职守 无论在街上人多的地方 或在空闲的时候 或在急忙的时候 都去亲近神 因着我们这位好弟兄的榜样 人们会受感动 而感谢神感谢 他诸般的怜悯 及他激励 他们所行的良善 也因为自己各样的失败而自卑 人们在本文中所看到的 并不是纯理论的敬钱 也不是只有在修道院里的人 才能实行的圣洁 不 爱神 敬拜神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与神的心联在一起 我们就不能尽到这份责任 我们与他的交通 该是这样的亲密 就是每一分钟 都当与神同在 好像站立不稳的小孩子 时刻需要母亲的扶持一样 与天父的交通 一点也没有难处 是极其容易的 也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 圣保罗说 被神的爱激励就是为此 凡不练习这个的 凡不觉得他的需要的 凡不认识自己无能为善的 就是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神 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一直的需要 我们不能以世界的事当作借口 而忽略了我们的这一责任 神是无所不在的 没有一个地方 是我们不可以亲近神的 任何时候都可以听见 他对我们的心说话 只要有一点点爱 一点点就行 这并不难 人若能够从烦闷 纷乱的生活中摆脱出来 当然就更有机会 不劳伦斯弟兄的后尘 若是对于世界 没有欲望与追求 不为着各样事事来挣扎 就没有一件事 能拦阻我们 效法他的榜样 也就能够拒绝一切 时刻活着为神 爱神 献上一切给神 像他自己所说的 失去一切 就能得着一切 他的心像 世界那样的超脱 那样的忘记自己 就是对于自己的得救 也不思念 都让神来管理 他对于人生的一切 非常淡漠 在属灵生命里 却非常自由 难怪他要得 这超越的祝福 九 劳伦斯思想极紧 无论我做事也好 受苦也好 都无关紧要 只要我借着 爱与神的旨意联合 常住在神里面 这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在神的手里 祂对我有祂的美意 所以 无论人怎样待我 我并不觉得为难 如果我在这里 不能是奉神 我会找到 别处来是奉祂 实习与神童 在使基督徒达到 完全的最短 最容易的途径 它是美德的形象与生命 能使你远离罪恶 我们只要有勇气和心智 练习就会变得容易 世界在我看来 不再是真实的了 我肉眼所看见的 好像尽是虚空与梦幻 里面的眼睛所看见的 才是我心所羡慕的 常常因为还未得着支固 以致心灵郁闷 一方面 我看见公义 太阳的光辉 除去一切黑夜的阴影 另一面 又因自己的罪而昏花了眼睛 有时候竟然像痴子一般 但是我定义 以谦卑的心与神童 在这就是平常的事业 我虽然无用 却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自从进修道愿开始过 敬前生活之后 我就一直看神 是我一切思念和感情的目标 与终极 做见习修道士时 当然有定时的祈祷 用祈祷借信心的亮光认识神 远超过以头脑的分析来认识他 借着这又迅速又确定的方法 我对于慈爱的神的认识 就日尽一日 决意永远与他同在 当我去厨房 我的责任所在工作的时候 我是充满住这位伟大 无限的君王的同在 在那里尽了本分之后 在余下的时间里 无论在工作之前 或在工作之后 我总是祷告的 在做任何工作之前 我就像小孩子那样信托神 对他说 哦 神 因着你的同在和你的旨意 我必须做这些外面的工作 所以我求你用恩典帮助我 使我一直与你同在 哦 主 也与我的工作同在 接受我手里的工作 并用你的丰满充满我的心 不仅如此 在工作过程中 我仍然与神友不断地交通 将我手做的小事献给他 一直求他恩典的帮助 工作完毕后 我就看看我的工作怎样 若是做得好 我就感谢神 若是做得不好 我就求他赦免 一点也不灰心 以正直的灵重心回去 与神同在 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他一般 在每一次失败后 我总是再起来 借着信与爱 行一切的事 并不疲倦 结果我就达到一种情形 就是不思念神 反而是不可能的了 好像在我起初时亲近神 是那么难一样了 哦 主 诸神之神 你的思念何等奇妙 是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 你的美意何等深奥 你手的工作何其伟大 关于神 无论是听人所说的 或者是从书中读到的 或者我自己所感知的 都不能满足我 他的完全是无限的 人怎么能描写他呢 人间的言语 怎能叙述他呢 只有信能启示他 教导我认识他 我在短时间内 借着信所认识的神 远超过多年头脑的追求 哦 信心 信心 哦 奇妙的美德 他照亮人的灵 并引导他认识创造他的主 哦 全然可爱的美德 可惜很少有人知道他 更少有人实行他 但是 只要有一次知道 你就要觉得 他有多么荣耀 真是满了不可言喻的祝福 让神的这最大荣耀的 就是绝对不信 我们自己的力量 将我们完全交托给神 让他来保守我们 哦 主 当我感觉你爱的时候 几乎使我昏厥 如果是你的旨意 真愿意 你将你猪般的爱怜赐给那些 未曾认识你的人 好吸引他们来服侍你 至于我 因着丰富的信心所认识的你 已经使我满足 主啊 从你手所赐给我的恩惠 是何等的丰富 求你接受我的赞美 但是 主 我求你将你所给我的恩赐收回去 因为你知道我并不寻求你的恩赐 我只寻求你自己 若找不到你的自己 我的心便永无安息 哦 主 扩大我的心 好使它有空间来充满你的爱 愿主用能力辅助我 恐怕我因你爱的烈火被焚毁了 操练与神同在有很大的助力 能使我们用诚实祷告神 能收回我们成天游荡的心思 让他专一定经在神的身上 使我们在祈祷时更能安静 生命充满了危险与暗交 若没有神恩典持续地拯救 触交就是不可避免的事 但是 若不与他同在 怎能求他呢 若不时刻思念他 怎能与他同在呢 若没有养成与他同在的圣洁习惯 在他身边每时每刻祈求他的恩典 又怎能思念他呢 如果你要使属灵的生命往前进 你就当避免依靠你的智慧和聪明 根据美好的推理所得的结论 常常是会欺骗人的 人若要从自己理性的研究 分析的这满足 是多么不幸的事 造物主才是真理的大教授 我们可以下多年的苦功去琢磨神 但是借信心而认识神 却是更深更丰满的 信心能发光 照耀谦卑人的心 当我们受试炼 遇愁苦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 与慈爱的神交通那样 给我们如此大的拯救 如果能忠心地练习 在身体上所受的痛苦 就会减轻 神常常让我们的身体受苦 好使我们的心灵得着纯洁 也使我们与他同在 人的生命既藏在神里面 且他唯一的渴慕就是神 难道他还能觉得痛苦吗 让我们在软弱里面敬拜神 如果我们有悲痛 就请将这悲痛交托神 像小孩子亲近慈父一样 求神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的意志 能与他的旨意相合 像这样简短的祷告 对于所有的病人 都是最合宜的 能很奇妙地 除去病人的愁苦 哦 如果我知道我的心不爱神的话 我就要立刻将它挖出来 哦 既心又沉 亲爱的主啊 我爱你实在太迟了 年轻的弟兄们 我承认 当我年轻的时候 太不留意神了 如果我能早一点认识神 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 像我现在告诉你们一样 我就不至于这样迟才爱他了 请相信我 如果你不利用这一天去爱神 你就失去了这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